华盛顿消息 中国侦察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仪式持续发烧 白宫发言人尚皮耶表示 美国将评估对支持这项行动的解放军相关中国实体采取行动 也将助演更广泛的行动以揭露并解决中国大规模监视活动 尚皮耶今天在空军一号答复媒体关于中国侦察气球的最新发展时指出 击落气球是美方向中国发出一个明确讯息 即侵犯主权是不可接受的 美方将保护敏感情报并最大限度提高追踪气球的能力 以便了解中国计划中的更多讯息 他表示 美国将探索对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的中国实体采取制裁行动 揭露并解决中国更大规模的监视活动 因为这些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以及美国盟友构成威胁 国务院官员昨天指出 美军U-2侦察机飞掠中国气球时发现 这枚高空气球能够执行电子讯号情报搜集作业 华盛顿消息 拜登总统昨天表示 他认为近日中国侦察气球入侵领空事件不算重大国安漏洞 部分国会议员批评拜登默许美军等到气球飘至大西洋上空才击落 据报道 拜登一直希望与中国保持联系 不让美中紧张局势失控 他昨天接受世界电视台新闻节目访问时表示 这不是重大漏洞 我的意思是 中国这完全违反了国际法 这是我们的领空 一旦他进入我国空域 我们可以任意处置他 他再次表示 美军官员当时担心 要是在陆地上空击落气球 气球和他的领组件可能掉进人口稠密的地区 拜登说 这东西太大了 要是掉下来砸到郊区的学校怎么办 砸下来会造成什么后果 所以我告诉军方 只要他们认为时机点适合 就尽快击落 他们最后做了明智的决定 在水域上空击落他 目前正在回收大部分的领组件 他们表现很好 巴黎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德国总理朔尔茨8号在巴黎共进晚餐 据路透社报道 为或邀请参加巴黎晚宴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当天批评法国和德国 他认为这加剧了欧盟盟友之间的摩擦 报道说 8号晚上 马克龙和朔尔茨会见了泽林斯基 此前在乌克兰问题上与马克龙和舒尔茨携手合作的梅洛尼受到冷落 报道还说 梅洛尼在9号抵达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峰会时 对记者说 他认为这种冷落是不合适的 因为这会影响欧洲的团结 梅洛尼后来在欧盟会议期间会见了泽林斯基 报道提到 当被问到梅洛尼对于晚宴的评论时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他认为周三的晚宴很合适 伊斯坦沫尔消息 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地区6号发生强烈地震 到目前灾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了 但在土耳其地震灾区 多国救援队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当中 当地时间9号晚上 土耳其副总统奥克塔伊表示 过去24小时内有121名幸存者从废墟中获救 在哈塔伊省 救援人员在一栋倒塌的建筑中 发现了一名被困住的两岁男孩 经过数小时徒手挖掘 这名男孩被成功救出 在镇中所在的卡赫拉曼马拉什省 一名女孩在废墟中被救援人员发现 并最终获救 在伊斯坦布尔 市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 一名男孩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中营救出来 这名男孩看上去状态良好 随后 这名男孩的几名家人也陆续被成功救出 另据报道 在土耳其安塔基亚市 中国救援队与土耳其救援力量共同努力 今天从一处倒塌房屋的废墟中 成功救出一名被困100多个小时的女子 在苹果基亚市 莱佛 莱佳 未经成功 dale呢 莫